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篇的第四章 比如是2040 利润和所得税费用 前面的2020学的是成本费用 2030学的是收入 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这自然就得到利润 所以2040我们介绍的是第三个动态快据要素利润 那么对于利润来讲 我们前面曾经谈到 利润的体现形式那有很多 比如说要营业利润 要营业利润 要税前利润 要税后利润 那么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对于税前利润来讲 又叫做利润总额 叫做利润总额 对于税后利润又叫做净利润 像净利润这些概念 我们在前面的第一篇工程经济当中都曾经有所涉及 还记得吗 我们资本金净利润率 它的计算的分子 那不就是净利润吗 好了 还有第四个利润 叫做税税前利润 EBIT 没有扣除利息 也没有扣除所得税之前的利润 这个利润在前面的前面我们的第一篇也曾经有所涉及 比如说 我们的利息保障倍数 或者叫做以获利息倍数 那么对于那个指标的计算 它的分子可不就是净税前利润吗 好了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区分有哪些利润 接下来 第二个方面 我们要确定所得税费用 为什么要把这个所得税费用予确认呢 来我们看一下这儿 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 这两者之间到底相差了什么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这两者之间相差的那也是所得税费用 所以你要计算税后利润 所得税费用你一定绕不过去 基于此呢 我们2040就一分为二 介绍利润 介绍所得税费用 在学习要求上 要把握四个利润它的计算公式 有重点的对所得税的计算 它的相关规定 重点的一把握就行了 对于所得税费用 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如果你不相信 你来到财务部 把你们单位的会计给滴录出来 让他跟你说一说 这个所得税费用的相关问题 你问问他 怎么叫做第一元所得税资产 怎么叫做第一元所得税负债 等等等等 可能他也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所以针对我们考试来说 所得税费用这块 建议大家 那就是记重点 其他的细枝末节的规定 我们随他去吧 从历年考试的情况来看 这张分值不会太多 预计2020年 这张的分数应该在两到三分 大概率两到题目 好 我们看一下这张 它的整体支持框架 首先第一个 关于利润的计算 对于利润的计算 第一个小问题 要解决有哪些利润 刚才我们已经搞定 第二个 对于不同的利润来说 它的计算公式到底怎么样 第三个 如果说企业到了最后 有了净利润 有了净利润 那么净利润到底如何分配 这是第三个问题 这关于利润 对于所得税费用 首先所得税的概念 那么接下来所得税的计算基础 接下来所得税费用的确认 以及税收优惠 好 从支持点的划分来讲 就依据这个思维导图 我们划分了如下的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 利润计算 第二个 所得税费用的确认 我们首先 看一下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利润的计算 利润等于什么 从动态快捷要求来说 它就是收入 减去成本费用 好 那么对于收入来讲 我们前面 在2030已经搞定 收入呢 最为主要的收入 体现在营业收入当中 而这个地方的成本费用 那就包罗万象 实在太多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利润的概念 在一定的会计期间的经营活动 所获得的各项收入 抵击各项支税获得进额 以及直接进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的 好了 在这个地方 只有两点 第一点 对于利润来讲 它反映的是 最终的一个经营成果 反映起来的一种经营成果 对于利润 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快捷要素 所以反映的是一定会计期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基本思路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在这儿呢 还有后面一个尾巴 直接进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比如说 我们涉及到股票投资 假设这个企业进行了股票投资 买了别的公司的股票 买的时候花了100万 卖的时候卖了120万 两者买卖价差那就是20万 这20万就是利得 这个利得 作为投资收益 应当进入利润比较当中 影响后期的利润 好 当然了 如果说反过来 买的时候是120 卖的时候是100 那不就亏了吗 投资损失 同样要进入利润比较当中 影响后期利润 好 我们看下面的两个提示 第一个 接受捐赠 变卖固定资产 直接进入资本公积 接受了捐赠 变卖固定资产 所涉及到的相关收益 应当进入资本公积 不在利润表当中 没体现 第二个 投资收益 投资损失 等直接进入当期审议 刚才举例买股票 这就是投资啊 这就是投资 好了 这是利润的概念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利润的计算 利润的计算 那我们要搞清主体啊 到底是营业利润 税前利润 税后利润 还是税税前利润 首先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 它的计算公式在下面 比体现 同学们一看这个计算公式 这个脑袋 嗡的一下就大了 这个计算公式 这可怎么记 好了 既然同学们觉得 这个计算公式特别的麻烦 我就建议同学们 不要记 我这样也建议 有的同学 表情就比较放松了 不要记 那么涉及到营业利润 它是多个项目的 多个项目的一种理解 那么最开始呢 是营业收入 然后减营业成本 减税金金附加 减后面的这一系列的相关项目 对于这个营业利润的计算 我们结合后面的利润表 再来搞定 当然 对于营业利润 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首先这个营业收入 来 考考同学们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它的营业收入 分为哪两部分呢 对了 分为主营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涉及到 主营业务收入也好 其他业务收入也罢 全部就这样的 营业收入来容去 好了 这是营业利润 接下来 第二个是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 又叫做税前利润 概念要知道 又叫做税前利润 对于利润总额来讲 它是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去营业外支出 这个公司 同学们能不能记住啊 绝大部分的同学都说 没问题 这个公司 咱得记住 实际上 你可以这样考虑 对于利润总额来讲 那就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考虑营业外的收支进额 营业外的收支进额 又是收入减支出吗 好 这是利润总额 在这个地方 要注意一下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到底有哪些呢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对于营业外的收入 固定资产的盘亏 处置固定资产的净收益 处置无形资产的净收益 罚款的净收入 作为我们的营业外收入 好 与之相对应的营业外支出 看下面的 前面固定资产的盘云 是营业外支出 那它的盘亏呢 营业外支出 那处置固定资产的净收益 是营业外支出 那如果它的净损失呢 营业外支出 当然后面处置无形资产的净损失 债务重组的损失 罚款支出 捐赠支出 非常损失的 都作为营业外支出 好了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对这个捐赠支出 这是营业外支出 那么接受捐赠呢 接受别人的捐赠 这应该进入哪儿 应该进入营业外收入吗 不是啊 接受捐赠 应当进入的是资本公积 好了 这是关于利润总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利润 第三个利润叫做净利润 净利润又叫做税后利润 扣除了企业所得税费用 税后利润 好了 那么对于净利润来讲 它的公式很简单 那就是利润总额减击所得税费用 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前面的三个利润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好 对这三个利润 如何在利润表当中与体现 我们看下面这个坚化的利润表 好 对于这个利润表来讲 首先 这个说明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利润表 对于某一个企业来讲 他们利润表的项目肯定比这个要多 包括净利润结税后 后面还有一些具体的项目 但是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坚化的利润表 来分析一下我们涉及到的三项利润 从前往后跟着我走 我们国家的利润表用的是多部数利润表 什么意思呢 从前往后一步一步的往下计算 好 我们首先看第一项是营业收入 第一项营业收入减去 减去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好 这没问题 接下来减税金及附加 再接下来减去三项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在2020 我们曾经谈到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好 减去三项期间费用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好 接下来 资产减去的损失放在这 加上供应价值变动的收益 减去损失 再加上投资收益如果是损失减去 好 这样呢 我们得到营业利润 后面这两项 实际上同学们就记一个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就行了 所以涉及到营业利润 来 我们梳理一下 第一 营业收入 第二 减去 具体的项目 二是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三项期间费用 再考虑 投资收益的问题 好 这是营业利润 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行了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费用 这个是净利润 好 这样 三项利润 在我们的利润表当中 一目了然都予以体现 还有一个利润 但是 前面我们反复提到的EBIT 这个税税前利润 怎么算 好了 对于税税前利润 根据这个利润表 你可以找到相关的参数 税税前利润 在利润表当中 没有直接的予以体现 但是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好了 首先 税税前利润 顾名思义 没有扣除利息 没有扣除所得税资 前的利润 所以 我们以净利润 作为基础 净利润 再加上所得税费用 得到利润总额 得到税前利润 再加上利息呗 如果没有做特殊说明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 这个地方的财务费用 就等于利息 好 一般我们这样默认 财务费用就等于利息 所以 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再加上这的财务费用 加上利息 这就是税税前利润 好 我再说一次 税税前利润 它可以用净利润 加所得税费用 再加上这的财务费用 前提 财务费用 全部是利息费用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税税前利润 也可以用这的税前利润 或者利润总额 再加上财务费用 来 我们看看下面的 单向前来提 某中期2012年度 工程结算收入为1000万 营业成本和税经济附加是300万 管理费用200万 财务费用100万 其他业务收入是200万 投资收益150 营业外收入100 营业外支出是80 所得税费用是100万 它的营业利润是多少 那营业利润怎么算 首先 它的一个营业收入是多少 工程结算收入现在是1000万 营业收入包含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主营业务收入 对司工企业来讲 它的工程结算收入 这是它的主营业务收入 好 在这个地方 还有其他业务收入是200 两者一相加 这才是它的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再减去营业成本 再减去税经济附加 这两项直接告诉 营业成本 税经济附加 总共是300万 减掉 往下减啥呀 减三项期间费用 管理费用在这儿呢 是200 财务费用是100 还往下减吗 还有啊 还有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这是收益啊 加上去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这样计算出来呢 应该是选择选C 750万 这是这大题 算营业利润 来 继续深入 请同学们告诉我 现在如果要算税前利润 你掐子一算 是多少 税前利润 那应该是 770啊 用营业利润的750 加上营业外收入100 减去营业外支出80 那不就 这营业外的收支金额20吗 770 再往下走 净利润是多少啊 减去所的税费用100 净利润670 这这道题正确答案呢 问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750 选择选项C 好 这是了单向选择题 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题 单选 根据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 利润总额的计算公式 没什么 好 首先 他们的是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考不考虑 营业外收支金额 当然得考虑 请问A 在营业利润的减数上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去营业外支出 对啊 请问A 这个是他的正确答案 相比 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 再加上营业外收支金额 中间还有N多呀 再减税金及付加 再减三项期间费用 再加上投资收益 等等等等 想C 营业利润再加上投资收益 再加上营业外收支金额 想想 对于这个投资收益 说是在计算营业利润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考虑啊 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减税金付加减三项期间费用 加投资收益 才得到营业利润 所以这个投资收益 你在前面都已经考虑了一次 这不能重复考虑了 学样的 营业利润 再加上投资收益 这更是无从谈起 当然了 我还可以这样写啊 利润总额等于净利润 再加上所得税费用 对不对 没毛病 对的 这里正经的答案 选A 好 看第三道题目 第三题 某技术方案设计年生产能力呢 是5000件 单位产品的售价是2500 单位产品的变动成本750 单位产品的税金 及附加370 年固定成本 240 该项目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时候 税前利润 有多少万 好 看这道题 这道题一般的是税前利润 但实际上 我们前面的不确定性分析当中的 盈亏品分析 进行了一个结合 好 那在这道题目当中 没有涉及到什么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咱不考虑 现在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那年产量是5000件 年产量是5000件 再乘以它的单价是2500 这就是它的啥 营业收入啊 营业收入再减去税金及附加 那么每一件呢 是税金及附加370 370再乘以它的产销量呢 是5000 好 销售收入得进额 销售收入得进额 再减去 接下来要减去它的营业成本呢 那么营业成本在这个地方 体现为变动和固定这两部分 那么接下来再减去它的成本 在这个地方的成本呢 我们直接分为变动和固定的 对于这个地方的变动和固定 这两部分相加并不一定等于营业成本呢 还有可能是一些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那也有可能是固定 也有可能是变动的 分类不一样 所以在此就是上 减去固定成本240万 再减去变动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750 总共呢是5000件 好了 这样计算出来 这样计算出来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也就有了 税前利润应该是450万 好 这是这道题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那是 这一个企业来讲 如果有了最后的净利润 有了企业最终的经营成果 咱得分配啊 所以 第一个问题 对于利润分配 利润分配 我们分配的对象是税后利润 是净利润 只有交了国家的企业所的税之后 剩下的利润 我们才能够进行分配 第二个问题 分配给谁 分配给股东 然后留一部分在企业 所以分配的对象 那是企业一部分 股东一部分 好 下面 在进行分配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原则呢 简单的 看一看 第一个 按照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那法定顺序是什么 咱 另按处理 会会再说 第二个 非有盈利 不得分配 咱也说 没有赚钱 没有净利润 原则上 你就不能够分配啊 好 第三个 同股同选 同股同利 好 你手里有一股股效 我手里也有一股股效 你能分五毛钱的股利 那 我也能分五毛钱的股利 我们的权利是一样的 第四个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不得分配利润 好了 自己不能跟自己分钱 自己通过其他的方式 通过什么公积金 通过什么位于分配利润 自己留下来 但是不能企业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那企业自己给自己分股利 这不行 那么对于第二个原则来讲 非有盈于不得分配的原则 主要是维护公司的财产基础 以及信用能力 那就是如果没有盈于你在分钱的话 那有可能就用企业的资本来分配 鼓励了 这显然不合适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法定顺序来进行分配 那什么样的法定顺序来进行净利润 或者说税后利润的分配呢 看下面的 第一步 弥补公司以前严度的亏损 弥补公司以前严度的亏损 好 如果说弥亏以后还有剩余 进入下面步骤 如果弥补亏以后没有剩余 下面步骤 那就没了 好 第二步 如果有剩余 提取法定公积金 第三步 经过公司章程的规定 或者股东会 股东大会的决议 提取任意公积金 好 接下来 提完以后还有的话 分配利润 或者鼓励 向股东分 然后最后没有分完 新生企业的未分配利润 在这个顺序当中 实际上真正的 从企业出去的那一部分 分给股东的那一部分 只有这一步 而其他的 这一二三 包括第五步 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把这个净利润 留在企业 好 这个顺序 不能乱 在这个地方 最下这两个公积金 提取任意公积金 这是 根据企业的 章程 股东会 股东大会的决议 企业自于就能够决定 提取法定公积金 法定法定法律规定 企业自行 不能够与决策 好了 那么 对企业来讲 提取法定公积金 提取任意公积金 形成企业 所有者权益当中的 隐喻公积 还记得吗 在我们的2010 曾经谈到了所有者权益 典型的四项 持续资本 资本公积 第三项 隐喻公积 第四项 未分配利润 所以 法定公积金 和任意公积金 最终就 规及到 资产负债表当中的 所有者权益项目下的 盈利公积项目 而未分配利润 就是单点一项 好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在可供分配的利润当中 您最先提取的是 好 这道题 有迷惑性 那么 它的条件是 在可供分配的利润当中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 前面我们的第一步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好 什么叫做可供分配的利润 是弥补亏损以后剩下的 才是可供分配的利润 才是可供分配的利润 所以这个可供分配的利润 一定是 从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开始的时候 这个利润 既然如此 我们谈到可供分配的利润 那一定是已经离不了以前年度亏损了 那接下来我们 做的第一步是啥 接下来我们做的第一步 一定是提取法定供基金嘛 正确答案 选A 好 接下来我们又来研究另外一个问题 那也说 对这个法定供基金 法定供基金 来源于法律的规定 那请问 法律到底如何规定 看下面的 法定供基金 又称之为强制供基金 公司分配当年的税后利润的时候 应当提起 利润的10% 列入公司的法定供基金 好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啊 这个表述啊 不是非常的严谨 应该是 公司分配当年的税后利润的时候 应当按照弥补亏损以后 剩下的10% 列入公司的法定供基金 或者说计算出这个公司 它的可供分配利润 然后呢 再取10% 作为法定供基金 好 往下走 公司法定供基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 50% 注册资本这些都很重要啊 关键词啊 好 接下来可以不再提取 说的是 你如果想提 那行啊 你也可以提啊 你万一不想提 行啊 你也不用提 但如果没有达到50%的话 那你说必须一定务必要预提取 好 法定供基金转为资本的 所流程的该项供基金 不得少于转征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什么意思呢 回忆一下所有的权益各项目 第一项 石头资本 第二项资本公积 第三项盈余公积 第四项未分配地润 对于前面两项石头资本和资本公积 我们往往说这是企业的资本 企业的资本 好 那如果说我现在把这个盈余公积 转到石头资本去 增加企业的注册资金 好 它的规律是 所流程的该项供基金 不得少于转征前注册资本的25% 不得少于转征前25%这些关键要素 好 往下走 对这个法定供基金企业 有什么用呢 一 可以弥补亏损 二 留在企业可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 三 如果转征资本以后 转征这个股本以后 那 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 好 这是它的三个作用 来 看下面这道题 多项权的题 任意公积金的提起比例 用途等事项 由谁做出规定 刚才我在讲解的时候 不经意把这个答案都告诉了大家 三种情况 一 公司当成提前做出约定 二 股东大会 三 股东会 有些人说 这个股东大会和股东会 那还有什么区别吗 注意 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往往叫做股东大会 而有限这种公司呢 我们往往叫做股东会 不管是股东大会还是股东会 他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作为 这个企业 他的最高的决策机构 企业收入权就属于股东的呀 股东开个会 完全可以把握这个企业的大整方针了 好 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 A和C 好 看下面这道题 三项选择题 法定预议公积金的提起比例 一般是 一般是怎么样 应该是净利润的百分之十 当年净利润的百分之十 全是正确的 当然了 我还得提一下 这个地方的表述不太严谨 应该是弥补亏损以后 剩下净利润得百分之十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指示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指点 关于所得税费用的确认 前面说的基本复习之路 还记得吗 有重点的余地把握 虽然这一部分 涉及到的问题包罗万象 涉及到的具体规定 分团复杂 但这对考试 咱们记重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所得税的概念 所得税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企业所得税 那除了企业所得税 还有没有其他所得税 有啊 你每个月交的个人所得税 那不还是所得税的范畴吗 只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 只正在施工企业的角度 来研究他的企业所得税 好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25% 25% 这咱的计压 那原来呢 在09年之前 内资外资两条线 在09年之前 我们内资企业 税率33% 外资企业 税率25% 为啥 那个时候咱没钱呢 招商引资啊 要给外资呢 一定的优惠 现在咱有钱了 以外资企业进来 那和内资企业 公平的同一条线 那同一条起保线 来进行竞争 所以现在呢 企业所得税税率 二百一 只有这个25% 没有区分内资外资 非居民企业 取得企业所得税 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 适用的税率百分之二十 你又记住 非居民企业百分之二十 好 企业所得税法当中的 第三条第三款 是如何规定的呢 看下面呢 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 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 但取得的收入 与其所设机构场所 没有实质联系的 您呢 就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 所得税 要纳企业所得税 好 简单了解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问题 所得税的计税基础 怎么叫做 所得税的计税基础呢 你们都知道 对于所得税来讲 大方向 那是企业 叫税前利润 税前利润 再乘一个所得税税率 得到所得税费用 当然 现在 对这个税前利润 那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 就按照利润表当中的 税前利润 这是它的计税基础 真正作为计税基础的 那应该是 因纳税所得额 因纳税 所得额 好了 那就是会设计的 哪些收入要征税 哪些收入 可以免税 可以不征税 哪些成本可以扣 而哪些成本又不能扣 来看一下它的基本思路 其业每一纳税年度的 收入总额 减除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各项扣除 以及允许弥补的 以前年度的亏损以后的 余额 为因纳税所得额 在这个地方 你们注意 我们现在 所确认的这个收入也好 这些成本也罢 都一定基于 全则发生制 基于全则发生制来展开 好 下面 我们看细节 第一个问题 收入 收入总额 包括了 销售货物收入 提供劳务收入 专账产收入 股息 营利等全新投资收益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特许全使用费收入 接受捐赠收入 其他收入 12345678 哎呀 记起来比较麻烦 同学们 说 我下一句准备说啥了 哎呀 12345678 记起来比较麻烦 你就不要记 开心吧 好 不要记了 那下面这些 同学们要记 不包括 哪些 这是免税的收入 好 不包括 这是不征税的收入 不包括财政拨款 不包括依法收取 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好 我们可以讲出道理啊 财政拨款 上面财政拨下来的钱 然后又以锁的税的形式 收一部分上去 然后交给政府 那你说 这不是太麻烦了 你最开始扫一点下来不就行了吗 所以这个财政拨款是没有必要 再来收这个企业锁的税 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预算的行政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说的是这个企业 我帮你政府来收钱 帮你政府来收取 事业性 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我帮你政府来收钱 到时候 你还要对这部分给我 让我缴企业所的税 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所以在这儿呢 这两部分是不增税收入 当然国务院规定了 其他不增税收入呢 这就咱不管了 咱不管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扣除 哪些可以扣 这小小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 企业实际发生的 与取得收入有关的 合理的支出 包括成本 费用 税金 损失和其他支出 这儿的税金 主要是税金及附加 再次提醒 不包括增值税 接下来 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 可以扣除 超过部分 不得扣除 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数额 利润总额 12%以内的 第二个 一定是公益性捐赠支出 你比如说 我作为这个企业的董事长 我一看 这个因纳税 所得额这么多呀 那今年可能交企业 所得税交老了 那怎么办 我拿出一部分资金 直接捐赠给我的小舅子 给我的小舅子 捐款呢 假设捐款2000万 这2000万 可以在税前扣除吗 不可以 一个字都不能扣 那如果说 这个企业 拿出一部分 通过希望工程 捐给贫困山区的 这个学校建设 这可以扣 但是扣的上线 利润总额12%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利润总额是1000万 这个企业向贫困山区 捐了150万 可以税前扣除的 仅仅是这个地方的 12% 120万 剩下30万 不能扣除 好 往下走 按规定计算到固定资产的折救 按什么规定 按税法的规定 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救年限 折救方法 预计尽残值 来进行折救的计算 那同样的 按规定计算的无形资产的摊销 这些都可以在税前扣除 再往下走 按规定计算的长期代行费用 企业对外投资期间 投资资产的成本不得扣除 投资资产的成本不得扣除 比如说 我拿3000块钱 去买了一只股票 那这3000块钱 能不能作为我们税前扣除的支出 当然不能够 因为我这个操作 竟是我资产内部实质形态的一个不同 我拿3000块钱 3000块钱的现金没了 但是我长期股权投资内部分 不多了3000吗 资产内部占用形式 转换的不同 不同的一个转换 好 接下来第七个 使用或者销售存货 按规定计算的成本可以扣除 企业转让财产 资产的净值可以扣除 汇总计算的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 不得抵扣境内盈利 境外亏损不得抵扣境内盈利 这你们记一下 第十个 五年内的亏损可以税前抵扣 在这两个点吧 第一个点强调的是五年 好强调的是五年 如果是六年之前七年之前 那个亏损不能够节省到现在来弥补了 只能是五年 五年涨得近 第二个 在这个地方 涉及到迷亏的问题 和我们前面净利润分配的第一步 迷亏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来我们看看 假设现在利润表当中有税前利润了 有了税前利润 我们要计算所得税费用 好了 有了所得税费用 有税后利润 税后利润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分配 分配呢 就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好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说的五年的迷亏 指的是这一步啊 弥补亏损以后 计算所得税费用 而前面提到的 净利润的分配 是在这一步迷亏啊 好 所以在税前迷亏 有五年的限制 税后分配的所谓迷亏 那可没有五年的限制 啥时候迷补都可以 好 我们往下走 看一下第三个 资产的税务处理 企业的资产均以历史成本 为计税技术 一般不能调整 什么叫做计税基础呢 就是税法 正在税法的角度 认你的价值资产 假设一台设备 它的价值 买的时候呢 花了一百万 八票价格 就一百万 不需要安装 也没有安装费 那么 对于这个设备来讲 税法认定 它的价值 就为一百万 为啥要税法认定呢 这是因为 对于这个设备来讲 后续会涉及到 折旧的问题 折旧就会影响成本的问题 成本就会影响我们 所得税的问题 就会影响 国家的利益嘛 至于税务机关 需要对这些资产 去领一个计税技术 根据这个计税技术 根据它所规定的 预计进产值 折旧年限 折旧方法 这你才能计算出 每年的一个折旧额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下面的内容比较多 有个心理准备 外购的固定资产 以购买的价款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以及直接归属于该资产 达到预定用途 发生了其他支出 被积水接触 说的是 外购的固定资产 最终税法确定的价值 是多少呢 价款 好 相关税费 再加上其他支出 比如说 建设器的贷款利息 比如说 涉及到的设备的安装支出 这些都应该作为 固定资产的原始的 组成部分 好 第二个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以竞工结算前 发生的支出 为积水技术 好 第三个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应该以 双方签订合同当中 所设计的价款 再加上 所发生的费用 作为它的积水技术 如果说合同当中 没有约定 以供应价值 再加上相关的税费 作为积水技术 第四个 盘营的固定资产 以同类固定资产的 重置 完全价值 为积水技术 第五个 通过捐赠投资 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 等方式 取得到固定资产 以该资产的 供应价值 和支付的 相关税费 为积水技术 实际上 对于固定资产来讲 你可以稍微提出一个结论 结论就是 已发生的实际成本 再加上相关税费 那如果说实际成本 我们无法取得 你看 什么捐赠 投资 什么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等等 这个时候 就以供应价值 好 看下面了 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 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 次月 计算拙就 确定成本 停止使用固定资产 则次月 起停止计算拙就 好了 涉及到拙就的问题 在这儿 我们复习一下 前面所得出来的结论 涉及到拙就 我们租赁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经营租赁 一个是融资租赁 我们现在 站在 乘租方 注意 我站在乘租方 站在乘租方 融资租赁 所租入的固定资产 可以具体折旧 这个折旧 并且可以在税前抵扣 具有抵税作用 而对经营租赁 所租入的固定资产 这不能具体折旧 不能把这个折旧 在税前扣住 好 记住 我是站在 乘租方的角度 站在出租方的角度 那就刚好相反 好理解 好 下面 生产性 生物资产的税务数理 这就更在其次了 简单看看 怎么叫做生产性 生物资产的税务数理呢 比如说 你们家一头小魔女儿 这头小魔女儿 是不是你们家的资产 是啊 那 它是生物资产了 好 看一下 看下面的提示 企业应当是生产性 生物资产的 投入使用的月份的次月 就算折旧 停止使用的次月 停止就算折旧 好 下面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外购的无形资产 以购买价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以及直接归属于该资产 达到预定用途发生的 其他支出 以及水基础 那和前面不是一样的吗 前面外购的固定资产 它的计算技术 和这儿也是完全一样 下面 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 以开发过程当中 该资产符合资本化条件以后 是达到预定用途前 发生的支出为计算技术 好 下面 通过捐赠 投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等等等等 用啥呀 我挡着 不让同学们看 考考同学们 后面怎么接 怎么接 应该是以供应价值 再加上相关的税费 作为计税技术吗 好 看下面这个规定 无形资产 按照直线法计算的 贪消费用 准硬扣除 贪消年限 不得低于十年 无形资产 按直线法 并且不得低于十年 看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下列无形资产当中 可以计算税前扣除的事 哪些可以税前扣除 哪些可以抵税 像A 自行开发的支出 已在计算 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扣除了无形资产 好 那自行开发的 在计算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已经扣除了的 这个时候 你不能再次 把这个无形资产的摊销 往前扣啊 不能重复扣啊 相比 外购商业的支出 在企业整体转让 或者清算的时候 A 这是可以扣 可以扣 自创的商业 不可以扣 与经营活动 无关的无形资产 与经营活动 无关的 咱不能扣 所以这二题 正要答案选B A 稍微记一下 往下走 看第五个 固定资产 改良支出的税务处理 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 是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支出 可以在税前 通过特定的处理 来进行扣数 修理支出 达到取得固定资产时 计税基础的 50%以上 咱记 修理后固定资产的 使用年限延长 两年以上 咱记 这样呢 对这个大修理支出 可以在后期 逐年摊销 好 下面 按固定资产 上个使用的年限 或者剩余的 逐年的年限 分期摊销 好 看一下其他支出 其他应当作为 长期待单 费用的支出 自支出发生的 月份的次月起 开始摊销 摊销年限 不到第三年 最下三年 这些具体的数字 具体 下面 投资资产的税务处理 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 取得到投资资产 那以购买价款 作为成本 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 其他方式取得到投资资产 那显然 四个事 公允价值 再加相关税费 好 下面 存货 简单了解 通过支付现金 那购买价款 和支付了相关税费 如果说现金之外的 公允价值 再加相关税费 好 下面 生产性生物资产 收获的农产品 遗产收 或者收 采收过程当中 发生了材料费 人工费 分摊的间接费用 等必要的支出 作为成本 生产性生物资产 你比如说 那个果树 是吧 果树 到了秋天 有果子 最有收入 它的成本 怎么算呢 就是成本 那就是 故工人 上山摘果子 所发生的这些费用 作为列为税前之处的成本 好 2019年的这道 单项选择题 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计算企业的 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价值资产 不得计算 折旧扣除的事 选择A 经营租资产的方式 输入的机械设备 这折旧 不得税前抵扣 能够税前抵扣的 那是租金 所以选择A 制造起来正确答案 选择A 都选出来了 选择BCD 那都是 可以在 税前具体折旧的 那包括 你转入企业固定资产 但尚未使用的房屋 是可以的 融资方式输入的 机械设备 没问题 企业管理部门 使用尚未提出 折旧的办公设备 正确答案 选A 好 19年的单选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 关于所得税费用的确认 好 那么 因那税额应该是 因那税所得额 再成一个适用的税率 再减去减免税额 再减去抵免税额 像这样的公式 简单一看 放它过去 不做研究 来 看上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 即如下的几大条 就行啦 好 免税收入 数一下 免税收入和前面的 不征税收入 这不同的概念 不征税收入 前面说了有三个 第一个是财政拨款 第二个是 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第三个是其他 这是不征税收入 那么免税收入 有如下的四个 第一个 国债利息收入 这必须计 免税收入 国债利息收入 第二个 符合条件的 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 等全性投资收益 好 在这个地方 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 你比如说 现在A企业和B企业 都咱们国家的企业 那么A企业向B企业进行投资 买了B企业的股票一万股 A企业是B企业的股东之一 好了 B企业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分红 就分给了A企业 假设分了三百万的股利 这个股利 来到A企业 可以 不用交企业所的税了 为啥呢 因为B企业分配的三百万的 这个股利 已经是B企业 净利润当中的预支付了 也就是说 这三百万的股息 在B企业 已经交了企业所的税 再来到A企业就不用再重复交企业所的税了 好 这第二条 第三条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从居民企业取得的 以该机构场所有实质联系的股息红利 跟全性投资收益 同样 若是在股息红利上 最后呢 是符合条件的非盈利组织的收入 好了 你比如说 项目涉及到公立医院 是吧 你所在的是 那个三甲医院 这些都是非引力组织的收入 这些收入 都是免税的 好 看下面这个提示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20%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的税 小微企业20% 好 下面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薪技术企业 减按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的税 好 这两个税率 咱记一记 而一般来说 标准的税率 收到上 25% 看下面这道题 某企业利用借款 购买一台生产设备 每期按规定 提取了折旧费15万 每期借款的利息 是3万 该企业 税经济附加率 5.5% 所得税税率 25% 该企业购买 该项设备 带来的每期税收的 节约 是多少万 那对这道题目来讲 为什么税收会节约 因为买这台生产设备 会产生相应的成本费用 所以我们的第一反应 那是买住这台生产设备 每一年产生的 可以税前抵扣的 成本费用是多少 是多少 这台生产设备 是企业自己的 所以每一年 它的一个折旧费 15万 可以税前抵扣 那接下来 每期借款的利息3万 作为财务费用 期间费用的一项 也可以税前抵扣 所以再加一个3万 好了 这两项都可以在 企业所得税之前 以抵扣 由此导致企业所得税 减少 18万乘以25% 减少4.5万 正解答案 选择选项C 诶 有谁说 在这个地方 税金及附加利益 5.5% 这个条件不考虑吗 不考虑 同学们还记得吗 利润表怎么来的 利润表第一项营业收入 第二项减去营业成本 第三项减去税金及附加 后面才是我们的财务费用 后面才是我们的财务费用 等相关的项目 并且这个地方的税金及附加 它主要和营业收入相关 和这个地方的营业成本 都没什么关系 和后面的财务费用 更没什么关系 所以 所涉及到的择救15万 所涉及到的利息5万 它不会影响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 方法和收入相关 好 这条题正解答案选C 好 这是这条方向选择题 这条题目结束 我们第二篇的第四章 也就是2040 涉及到最后一个动态快捷要素 利润 在此结果上 介绍了所得税费用 就到此结束 对于利润来讲 四项利润 同学们必须 务必一定要搞定它的计算公式 那么涉及到所得税费用 那也是有针对性的预付系 涉及到那些具体的规定 不要过于深究 更不要想 我们在实物当中到底如何运用 当然 如果说你实物当中确实有工作需要 可以查查其他的相关资料 就拿我们这本教材来讲 仅仅把具体的规定 给同学们预约罗列 你看书 要用教材上的知识 来指导食物的 税务方面的处理 很难 非常的困难 对于我们教材当中 涉及到所得税的相关问题 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2040在教材经养阶段就大肆结社 谢谢大家